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2月16号召开会议 听取近期新冠疫情防控工作情况汇报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并发表重要讲话 会议指出 三年多来 我国抗疫防疫历程极不平凡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始终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同心抗疫 以强烈的历史担当和强大的战略定力 因时 因事 优化调整防控政策措施 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成功避免了致病力较强 致死率较高的病毒株的广泛流行 有效保护了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赢得了宝贵时间 2022年11月以来 我们围绕保健康防重症不断优化调整防控措施 较短时间实现了疫情防控平稳转断 2亿多人得到诊治 近80万重症患者得到有效救治 新冠死亡率保持在全球最低水平 取得疫情防控重大决定性胜利 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 人口大国成功走出疫情大流行的奇迹 实践证明 党中央对疫情形势的重大判断 对防控工作的重大决策 对防控策略的重大调整是完全正确的 措施是有利的 群众是认可的 成效是巨大的 会议强调 当前全国疫情防控形势总体向好 平稳进入以类仪管常态化防控阶段 但全球疫情仍在流行 病毒还在不断变异 各地区各部门 要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 深入总结三年多来 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的经验做法 完善相关机制和举措 抓时抓细 新阶段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坚强卫生健康服务体系 坚决巩固住来之不易的重大成果 会议要求 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压十四方责任 盯紧关键环节 做好风险人员管控 在已有工作基础上 再推进 再落实 要加强疫情监测和常态化预警能力建设 健全疫情监测体系和信息报告制度 及时准确做出预警 并采取必要的紧急防控措施 要根据病毒变异和疫苗保护情况 科学谋划下一阶段疫苗接种工作 促进老年人接种率持续提升 要抓好常态化分级分层分流 医疗卫生体系建设 继续优化资源布局 建强以公立医疗机构为主体的 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 要加强医疗物资生产保工 完善储备制度和目录 巩固完善人员物资统筹调配机制 切实解决好基层一线 能力 药品 设备等方面的短板弱项 要统筹推进卫生健康领域科技公关 积聚各方力量提升生命健康科技水平 要倍加珍惜抗疫斗争的重要成果 讲好中国抗疫故事 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必胜信心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 披荆斩棘 奋勇前进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